遭到貨車衝撞造成一死一傷的八堵分駐所 現場已經清理完畢 值班台後方還有民眾送來的鮮花 悼念不幸身亡的書信員警 八堵分駐所前 新設置一個水泥防撞10噸 重達2噸重 上面寫著禁止跨越 本分局八堵分駐所 29日晚間發生 蓄意駕車衝撞造成員警不幸傷亡之案件 那基隆市警察自由會理事長張敏斌 那立即調派公班 那以吊車吊掛2噸重的水泥10噸 那當晚21時許 那至於八堵分駐所的門口 那作為安全阻擋之用 使同仁安心 警察局長翁秦仁的陪同下 前往慰問分駐所同仁 希望遠景士氣不要受到影響 而為了防止事件重演 市長謝國良特別提醒 警察局二分局正兵派出所 也有類似的地形 要求警察局做好主角設備 電動式的 也有一些就是譬如說他鑽進去 下床 可以拉起來 對 還有各種 我們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怎麼講我們的那種 我們的傳統 我們的市安社會 過去沒有幾年 社會幾年 那這個其實 你會覺得現在這樣很醜 其實稍微 彩繪一下 或者是稍微就是 暫時性的 對對對 也不會 跟你說暫時性 你說要固定下來 固定設施要怎麼 我們現在研究可能兩種方式 一種是在這邊 就是把他那個 汽車可以衝撞的那個面積 控管柱 然後在裡面是 花台或者是 放裝 因為這只是走人 對啊 其實一個這樣就不會有 大部分就不會有這樣 那市政府將全力的支持 增加安全阻隔設施 保護遠景的執行安全 那基隆市警察局 並以全面檢視各駐地安全 那將朝裝設兩根摸製型 高強度鋼管之方向 盡速裝置安全阻隔設施 確保遠景執行安全 而整起事件 在天一鳴受害者 死者 劉迅巡路員 是基隆市民 市長謝國良 特別前往慰問家屬 表達不捨 很難過 並指示市府 全力協助家屬 處理善後 讓死者可以安息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